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克里斯整整一個月沒有上新片 因為那個時候在忙著搬家 當時 雖然有把搬家的過程拍成影片 但是一拍完檔案就放在書生影片裡面 一放就放了半年 原本以為 可以不用再上這支影片了 直到最近缺乏靈感沒有拍新的企劃 我就知道 上這支影片的日子終於要到了 於是呢 我就鼓起勇氣 硬著頭皮把這支影片剪完 在圈子呢 大家有個傳言 就是呢 克里斯很有錢 現在本人就來證實一下 是真的 但是呢 那是以前的事情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呢 可能運氣很好吧 所以做生意 靠著自己白手起架 買了一間自己的房子 可是呢 好景不長 你知道嗎 人生就是 有起也有落 如今呢 就必須要變賣房子 來生活 可是呢 我想說 買房子的那個時候呢 還沒有做頻道 所以呢 沒有做開箱的影片 Yolanda還跟我說 如果呢 不能拍開箱影片 那就來拍風箱影片好了 所以就讓這支影片呢 來帶你們做最後的room tour吧 一開始我買的一個物件呢 是一個兩房一廳的格局 那由於我是一個人住 所以我就覺得 兩房一廳其實沒有那麼好用 所以呢 我想說 把兩房一廳呢 做成一房一廳一位的話呢 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比較舒服的 那在裝潢的風格上面呢 我一開始呢 是設定 都會女子精品宅的概念 首先呢 來到我的客廳跟飯店 那至於客廳呢 基本上是用了大量的木材 就用三個配色 黑色 咖啡色 跟米白色 這三個顏色呢 去搭配 並且呢 用很多三角形的元素呢 來做裝潢 一開始呢 進來的玄關呢 是黑色化鋼岩鋪的一個落成區 那一進來這邊呢 有一個 基本的造型玄關 一開始的鞋櫃呢 放我一些比較常穿到的鞋子 因為小坪樹的房子呢 最怕的就是收納空間不足 所以呢 我就做了三個大的鞋櫃跟收納櫃 那第一層呢 就放我比較不常穿的鞋子 那第二層呢 我就拿來放一些厚重的外套 冬天呢 或者是客人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放到這個地方 那底下呢 一些城板 第三層呢 就是放我的登機箱 還有呢 就是平常比較少用到的大包包 那這個沙發呢 就是平常呢 我在休息坑天室的地方 或者是朋友來 要過夜的話 也會睡這個沙發 這個沙發其實不要看他這樣 其實也是不便宜的 當初也花了我 六萬塊左右 我還記得 因為太貴了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克里斯的冥想的地方 我常常在這邊呢 就是做一些冥想啊 或者是一些能量的工作之類的 這邊有一個小巧思 就是呢 這邊所有的電源按鍵鈕啊 也是有搭到整個裝潢的顏色 接下來呢 帶大家來到了飯廳的部分 因為我呢 這個人很做作 所以呢 在家裡面呢 做了一個吧台 所以呢 設計師就是依照我 愛喝酒的良好習慣啊 去做的 大理石的吧台 上面這個燈呢 也是我選的 可是當初呢 我朋友一進來說 欸這個燈呢 很像男人的新習慣 這邊還有一個小巧思 就是呢 跟朋友在這邊喝酒 看電視的時候呢 這邊還有一個 USB跟插座可以用 那這邊的天花板呢 是故意做一個高低差的感覺 為什麼呢 是因為呢 剛好裡面呢 可以放 吊飲式的冷氣 所以冷氣呢 不會外露 接下來呢 就來看看 柯里斯廚房的部分 哦 廚房呢 是我很 引以得意的地方 為什麼呢 是因為廚房呢 是我 最乾淨 也是最骯髒的地方 怎麼說呢 因為本人 完全不會下廚 就連開瓦斯都不會 所以這邊呢 完全沒有任何的油煙的痕跡 可是呢 最髒的原因是因為 上面全部都是灰塵 呵呵呵 那 為什麼會有鍋子呢 那是因為呢 裝飾 當然我們來看看 冰箱長怎樣好了 哇哦 空空如也 那因為我愛喝酒嘛 所以當初呢 設計師就是依照我 愛喝酒的行為呢 就做小小的一個酒櫃 雖然沒有分溫功能啦 可是呢 小巧精美 不過為什麼是空的呢 是因為補貨的速度呢 永遠趕不上客光的速度 這邊呢 是陽台的部分 陽台呢 其實沒有什麼好看的 可是我最喜歡的呢 是Porsche的這兩台洗紅衣機 因為我覺得在台北呢 其實冬天衣服不容易乾 不知道為什麼 我從頭到大 就很喜歡 空衣服的那種味道 一進來呢 這個門後面呢 就是我們的廁所啦 我要先講 很多朋友來呢 他們一推開門 都會被嚇到 為什麼呢 現在來搬給大家看 沒錯 大家就是呢 被這個免治馬桶嚇到的 我自己非常喜歡那個馬桶 我覺得家裡面呢 要是你上廁所 所以免治馬桶的話 真的非常的爽 這個廁所呢 就是四件式的裝置 一開始的配置呢 其實是很簡陋的 可是呢 我跟建商講 把他原本的附東西全部都退回去 然後呢 親自的跟設計師呢 去挑瓷磚 馬桶啊 洗手台啊 還有台面 台鏡上面啊 還有甚至呢 浴缸水龍頭 那些全部都跟設計師挑過了 然後去做的這個廁所 因為我有個習慣是非常愛洗澡 我一天大概會洗個三次澡吧 所以我每天待在浴室的時間 其實是蠻多的 其實一開始建商的配置的空間呢 只有到這個地方而已 這個空間其實應該是 原本是給房間拿來當更衣室的 可是我想說我已經有更衣室了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空間呢 拿來做小型的浴缸 這個蓮蓬頭呢 也是我親自挑選的 這個蓮蓬頭呢 有關的地方是他還有充備的功能 你看喔 這邊呢 有三個水拔 所以呢 你只要輕輕的往右邊一轉 就會 就會衝著你皮開肉占 接下來呢 要來帶大家呢 來採觀我的房間啦 登登 首先來看這個小房間呢 我把它改造成我的更衣室 以及工作區 那這一塊呢 就會放我的一些 攝影器材以及道具 那這邊呢 就是我凌亂的書桌 這邊還可以稍微講一下 這個是當初我的好朋友 有送我的橋簽之禮 那我自己覺得很蠻像的啦 可是呢 也有人說很像張小燕 從這邊看出去的景色其實蠻漂亮的 這邊就可以看到新版特區 然後給大家看 這個施工很精緻的地方 就是這邊的窗台 建築上其實是沒有這個的 接下來呢 給大家看看我的衣櫃 衣櫃呢 本來我自己覺得蠻做做的啦 這衣櫃呢 是不是很像一般精品店的那種 陳列的衣櫃 那它就是 暗色系的玻璃 這樣鐵鍵去做 兼具時尚感以及隱密性 第一個櫃子呢 我會比較傾向拿來放 在家穿的一些衣物 然後呢 因為我有強迫症 所以我把貼身衣物呢 都放到這一格裡面 才分顏色 第二層呢 一打開呢 哇哦 它還亮燈呢 第二個櫃子呢 我是放一些襯衫啊 或者是長袖外套之類的 有一件很念傷心的事情就是 以前呢 我都買了很多的那種 高級啊 可愛的襯衫 可是呢 因為我後來健身 所以這層衫呢 完全穿不下 它這一層呢 就是以短袖為主啦 接下來呢 要來帶大家呢 參觀我睡覺的地方 不過我覺得呢 因為房間白天採光太好了 反而沒有辦法 凸顯出那種 都會女子的風格 所以呢 我們來調一下燈光 有沒有覺得氣氛不一樣了呢 好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間 來來來來來來 因為我當初做事情的時候呢 就是每一個月都飛到國外去 住太多的旅館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要把這個房間打造成住飯店的感覺 住飯店呢 最重要的就是床嘛 所以床呢 我選用了Queen Size 然後呢 用四個枕頭 就感覺呢 非常的有安全感 從那兩邊呢 就選用了不同的床頭燈 一個是吊燈 那一個呢 就是碧燈 床頭櫃呢 當初也是請家具行的特別去訂製的 你看這邊是鐵件 然後這個木頭呢 非常的沉重 旁邊的衣櫥呢 就去放我原本平常用的床包啊 或者是換季的時候的一些棉被可以放到裡面 另外一邊呢 就放我比較少穿到的大衣 我的對面呢 就是電視 我朋友就會一邊看電視 然後一邊呢 培養想睡覺的情緒 這就是我小時候一直以來的夢想 那晚上呢 從書房看出去的夜景呢 其實蠻美的 就是新版特區的夜景 好 那我現在呢 就來演繹一下 平常都會女子會發生什麼樣的一個景象 比如說晚上會喝酒 夜店啊 談杯啊 那有的時候嘛 就是興致來了 就會帶人回家 然後就會發生以下的事情 啊 啊 真性感寶貝 等一下 大概你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接下來呢就會 翻雲覆雨這樣子 哦 特別的地方是呢 登 因為呢 這邊衣櫃的鏡子呢 會反射 所以對方呢都很喜歡 看這個鏡子 就像人色 好像講太多了 可是要約的人呢 也沒有機會了 因為呢 即將這次最後一晚 好啦 Rune Tour呢 大概就介紹到這邊啦 那待會呢 我趕快休息一下 明天白天呢 搬家公司就會來了 就先這樣囉 早安 今天呢 就是搬家的日子啦 然後呢 我真的是太忙了 忙到就是 沒有時間打包 其實是懶惰啦 所以我這次訂的搬家公司呢 是 無痛搬家 無痛搬家的意思呢 就是他會從 打包裝箱到幫你運送呢 全部一次辦好 剛剛呢其實已經把一些 重要易碎的東西呢 打包裝箱了 接下來 所有的東西呢 就是要麻煩搬家大哥啦 所以這裡大概都是我的衣服 沒錯 你問了還有很多袋子 哈哈 都是你的 你要看袋子裡面都是衣服的 喔這好 箱子裡面也有一點點衣服 所以這樣這個衣服是你包過的 算多的嗎 嗯 還好 男生算多嗎 男生算超多 可能應該都偏時髦吧 對 所以我 包的特別小心 客廳呢 現在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我被拋起來了 蛤 要拋起來了 沒有啦我喜歡這個 床呢搬走以後呢 居然給他這個 哎呀好丟臉喔 好 全滿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我們終於搬完了 欸我們講過搬了幾下 搬了幾下 算多嗎 一個人喔 男生的話算多了 算很多 算超級多 他們真的很專業 而且很有效率 所以以後呢搬家可以找他們 搬家哪有那麼貴 帥 帥喔 搬家哪有那麼帥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好那我先直接走了 掰掰 現在呢 全部都搬完了 已經告一段落了 全部都進空 剩下 不可移動的家具 好啦現在呢 是最後一次在這個房子拍攝了 說實話其實還蠻捨不得的 這邊住也住滿五年了 那想當初一手把這個房子建立起來 現在那些想要藉由頻道呢 好好跟這個房子道別 那這房子說實話其實還賣得蠻快的 大概不到一個月就把它賣掉了 那來看房子的人 蠻多人都很喜歡這個房子的 因為他們都還蠻喜歡這個裝潢的 覺得很精緻 然後在這邊生活應該會住得很舒服 跟每天都會很幸福的感覺 那這個房子其實也帶給我很多很棒的回憶 有在這邊努力工作的回憶 有跟男朋友呢在這邊生活的回憶 這裡面當然有很多很開心的事情 也有很難過很悲傷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都是陪伴我這五年來很重要的環節 那今後該怎麼打算呢 其實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起碼以房子賣掉 然後付一些貸款 應該還可以好好地活一陣子 大家以後看到我其實也不用太安慰我 如果你是帥哥的話呢 給我被擁抱就好了 我自己本身已經想很開了啦 因為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子 就是來來去去的 你本來就是來體驗這個世界的 終究其實什麼都帶不走的 大家如果發現的話 就發現我12月那個時候都沒有什麼影片 但是因為我都在忙搬家 那現在呢總統都安頓好了 不搬家就算了 一般家就要發現 我真的還蠻喜歡這邊的裝潢的 因為這邊的收納空間真的很充足 我在別的地方租了房子之後呢 我記得我第一天搬家的時候呢 真的哭出來 因為呢我有三十幾箱的東西要整理 覺得哇到底怎麼收納 看到都覺得很崩潰 好啦我現在正式呢 從都會女子變成平凡的女子了 那最後呢我要來謝謝這個房子 謝謝這個空間 謝謝 謝謝你這五年來的照顧 然後也希望呢下一個主人也可以跟我一樣 好好的維護你跟愛護你 然後你也可以帶給他們幸福跟快樂 再經過了半年 再一次鼓起勇氣撿這支影片 等於又把當初的傷痛重新溫習了一遍 我發現時間好像真的能夠治癒一切 當初心痛的感覺 現在看起來好像就不這麼痛了 後來想想 其實我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人了 起碼 我已經看到了很多人 可能一輩子都看不到的風景 不過人總是要往前走的 我會把這段歲月 當成生命中很美好很美好的篇章來回憶 這次 是真的要說再見了 überhaupt沒有 你呆 看 你是不是很喜歡 那給我 你 你